亞洲盤外圍賽 澳門將會在下星期二主場迎戰吉爾吉斯 代表隊賽前與香港球隊元朗進行友誼賽 結果輸零備宜 6-3的澳門為了更好地備戰亞洲盤外圍賽 邀請到香港超級聯賽球隊元朗踢友誼賽 澳門有李家謙及時歸隊 陣容與上將作客印度差不多 以市鎮為主的澳門今場在控球上 出現較多失誤 一輪運戰後 球落在劉浩南身上 他看準後射向美柱 為元朗領先1比0 這支港超聯球隊換邊後 靠著罰球再找到機會 祖蓮奴用頭錘頂入 元朗領先到兩球 澳門今場攻勢不多 林家成這一球已經算是最具威脅 最終澳門在主場2比2不敵元朗 我覺得在防守方面 我們的釘人還是不夠好 另外在進攻方面 我們都很容易失去球 這兩方面如果我們再繼續改善的時候 我相信代表隊日後會更加進步 澳門在亞洲杯臥圍賽分組賽前四輪全部輸了 最後一次主場將會在下星期二晚 在澳門運動場迎戰吉爾吉斯 澳門運動場迎戰吉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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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吉